大家好 春季是兰花的生长旺盛期 很多花育间里的兰花还没有冒芽 其实跟我们平时养护有很大的关系 春季来了怎样给它进行催芽 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兰花生长在花盆中 而且我们用的颗粒资料 难以满足这个兰花生长所需要 如果不施肥 这个兰花发出的芽 瘤甚至不冒芽 我们浆水的时候定时的用 HB101天氧活力素 滴两滴兑一千毫升的水 每隔15天浇灌一次给这个兰花 也可以喷湿烟面 这种HB101它可以激活兰花的活力因子 提高脊柱的生长活性 刺激这个杂花的细胞活力 促进它更快更好的萌发新芽和新根 而且能有效的提升这个兰花的抗披性和抵抗能力 特别是一些新移栽的兰花小苗 要想它发出比较壮的新芽 我们一定要加强养护 保持环境湿润和通风 更有利于这个兰花生长和冒出芽 春季是兰花的生长季节 我们浇雪的时候呢 浇一勺它 有利于它冒出壮牙 好了 再见